就是说当国民党你决定不换侯 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侯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承担这个政治后果 而不应该把后果加租在韩国瑜估 圣地文的身上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侯下韩上成为历史名词 韩国瑜也终于答应他要出席权代会 韩国瑜之所以答应 那当然外界传闻很多 但是就我得到可靠的消息 主要是有人跟他讲 第一个 你不要成为四年前的侯友宜 就是说四年前的侯友宜 怎么样对你 你呢 不能够 缺他这种态度 这个时候在侯友宜最困难的时候 你要支持他 那当然谢龙界也透露出四年前很多的内幕 但是有一些是我个人曾经亲身参与的 我是不方便讲 为什么不方便讲 虽然有很多的县市长 那个时候对韩国瑜伸出援手 口会实不知 真正帮他的 屈指数来只有三四位 屈指数来三四位 我讲的所谓的三四位是真正在帮他的 而其他的县市长也有帮 但是都口会实不知 我相信韩国瑜点滴在心的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因为是侯 下 韩 上 这四个字 对韩国瑜的心理 震撼很大 如果他出国 他到加拿大跟家人团聚 大家会怎么想 你只不过为了避嫌 你跑到国外去 但是你实际的动作没有展开 韩国瑜不去 侯 下 韩 上 绝对会成为一个未来的一题 那这个时候 你韩国瑜他要保护他的家人 他也要让党放心 那更重要的是说 党既然已经表明了要争取他的合作 他就干脆顺水推出 那过去的恩恩怨怨 从这一次的七二三 虽然可以烟消 但是云未散 我再讲一次烟消云未散 不会烟消云散 只不过 务权大局 我还是这时候 让韩 侯 下 韩 韩 上 这四个名词 成为历史尘埃 这个是韩国瑜 他必须要做到 那第三个 那当然 像包含金浮冲看了张龙卫 而长期以来张龙卫跟 跟韩国瑜之间的关系 那当然 他也会 劝他几句 那第四个 比较重要的是说 国民党在整合的过程当中 国民党在整合的过程当中 韩国瑜是一个不可不是的力量 那现在有很多文章讲 韩国瑜希望在败选之后 接收国民党那怎么样怎么样 都是阴谋论的东西 这种阴谋论的东西选举最多 可以不必谈 但是我们就不得不联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说的 就是说如何 如何整合韩国瑜 现在要看国民党的诚意 我再讲一次 整合韩国瑜是看国民党的诚意 而不是让国民党放话 现在国民党就是频频放话 那频频放话呢 就包含把他女儿都给扯进来 那我觉得 国民党如果再这样子搞的话 在彼此没有互信的状况之下 韩国瑜纵然支持侯友谊 但是我可以说 他有不动的权利 他有不动的权利 成如那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就是选民 选民支持度 支持一个政治人物 可以从民调当中你发现 但是在投票的行为过程中 选民他还是有他的自主性的 不要忘了 民调只是一个数字 选民的支持 还有他投票的行为 会影响一个政党 所以我 所以大家都在谈民调的时候 我就很少谈民调 我只是在谈选民的投票行为 或者作为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敢讲 我敢讲11月26号以后 那国民党连续市场战役的延长 最后我为什么敢笃定说 他一定输的原因是在这里 因为那你不去现场 你也不去问这些庄角 你光看数字是看不出问题的 那现在话说回来 就是对于韩国瑜 韩国瑜他顾全大局 723他也愿意出席 他愿意出席 他就表示我支持侯友云 但是问题 还是我再讲一次 烟消云散 是烟消云未散 因为还留了一个尾巴放在后 那这个尾巴 我们可以讲 你韩国瑜是在观察 他也要观察侯友云的下一步 或者金小刀的下一步 或者朱立伦的下一步 他们要怎么做 因为毕竟 韩国瑜他的选票 不足以涵盖 让侯友云当选 可是韩国瑜的选票 如果不支持侯友云 侯友云必然落选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选举 我不喜欢讨论 就是说这个人怎么样 那个人怎么样 我是不喜欢讨论 那我们就综合的评估 你来看的话 韩国瑜支持侯友云 不见得能够让侯友云胜权 但是韩国瑜不支持的话 侯友云他要选上是非常困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国民党要如何 善用韩国瑜的 韩粉 韩流的势力 这个是国民党必须要思考 国民党一直以为 我只要抓住了韩国瑜 我就可以稳住韩流 那我就可以拉住韩粉 事实上错 选民都有他自己的投票行为 对不对 就是说韩国瑜支持 成都李登辉讲的 我这一票支持某某人 至于支持我李登辉的 你们自己选择 这个是李登辉曾经讲过的话 那现在也是用于韩国瑜的身上 所以国民党不要老是以为 我让韩国瑜出席的723 全代会就象征团结 烟消云卫赛 就是说韩国瑜个人可以支持 侯友情 但是韩粉 韩流还有其他的 显然不是韩国瑜可以左右 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问题 我们只能说 韩国瑜出席723 最多让侯下 韩上的口号消失 那当然这里面最尴尬的是谁 郑力文 郑力文就是说祝福 我曾经努力过 希望能够实现 所谓的侯下韩上 让韩国瑜来整合国民党 但是他曾经努力过 而国民党又要走自己的路的话 这不能怪郑力文 也不能怪韩国瑜 就是说当国民党你决定 不换侯 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侯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承担这个政治后果 而不应该把后果 加租在韩国瑜或郑力文的身上 我既然会看得到 那我只能够划 请来